欧巴马全民健保 2016年1月31号就是申请截止日 美国民众要敢搭这申请的末班车之外 已经续保的民众还是有不少注意事项要注意 我们看看 这东森新闻特别与华兴保险联手合作的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我们特别就请来了华兴保险的专家 向观众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兴保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单元 在这边先祝福大家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那么很快的马上就要到健保截止日 到底观众朋友您的健保计划选好了没有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华兴保险的保险专家 安娜高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安娜 主持人好 安娜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还没有转换好健保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 好的 没有问题 那今年的个人健保开放投保期 在1月底也就是1月31号就会截止 那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或者说还没有做好决定 到底要买哪一家健康保险 现在真的已经是时候了 那如果您在1月15号之前购买 保单的生效日期是2月1号 那如果您真的是要赶末班车 也就是在1月31号购买的话 您的健保会在3月1号生效 那您现在如果要再申请健康保险 一定要记得要带来全家公民或者绿卡的资料 您全家2014年的税表 以及目前的工作的这个收入证明 那如果您现在有健康保险 也要把健康保险的资讯带来 那这样子呢 那健保专员就会帮您看一下 在2016年您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健保计划 那其实选好的民众 他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想很多观众他都说 没有收到健保卡 这是怎么办 好的没有问题 那对于没有收到健保卡的民众呢 其实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了 那从2014年的健保改革开始之后 每年的这个1月份生效之后的ID卡呢 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很多民众没有办法按时收到ID卡 那这种情况下呢 您可以和您的保险经济去确认一下 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已经正常的有扣款 如果有被扣款 当然就是已经生效了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您是使用蓝十字蓝盾 或者是HealthNet健保的民众呢 您可以先去看医生 那记得要去看合约内的医生 目前呢可能要先支付Cash 拿现金来看 等收到ID卡之后 再找保险公司去要回这些账单的价钱 那如果您是在用凯撒保险的民众 您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凯撒有一个叫Believe Me的Policy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说 您已经有它的保险已经生效 凯撒就会认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您就只用付您现在的Copayment 去凯撒医院去看病就好了 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要注意之外 那么其实呢已经转换好的民众 还要注意哪些事项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大家 好的没有问题 那如果您已经在2015年有健保 在2016年只是做了续保 或者是转换计划的民众呢 其实您要注意了 您一定要向您的保险经济 再反复确认一下 您目前的家庭住址和加州全保 是不是有更新 您目前的收入证明 是不是有更新 那另外呢 您家里是不是有人扣数的变化 比如说会不会有小朋友 刚刚出生 那或者是说您带一点的孩子 是不是已经自己工作 要去自己报税 那这些资料呢 都麻烦您要向您的保险经济 去反馈 这样子呢 才能和加州全保 做及时的更新 因为更新以后呢 加州全保很快的就会出具 1095的表格 会发给您 所以说 即使您已经有健康保险了 您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资讯 一定要及时的 向您的保险经济去更新 来保证政府那一边 有您最新的资料 那顺道 我也来问一下 其实很多观众 他们有收到一个 1095的表格 听说呢 这是跟报税有关系的 但是呢 在收到这个表格的时候 其实呢 观众他应该要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 在2015年 只有通过加州全保 Cover California 购买健康保险的民众 才会收到1095A的表格 但是在2016年 所有的个人健保的用户 都会收到这样子的表格 那如果您是通过 加州全保购买 您同样会收到 1095A的表格 那这个表格里面呢 政府会写出来 您每个月都有得到 多少钱的政府补助 那如果您是通过 保险公司 自行购买的健康保险 那或者是说 您现在在用 白卡Medical 您都会收到 1095B的表格 那收到这些表格之后呢 您只是需要检查一下 您的个人信息 是不是正确 比如说姓名啦 舍安号码啦 那住址啊 这些是不是都正确 如果都正确 您就可以把这一份表格 交给您的报税会计师 他们会在 昨年2015年税的时候 把这一页附上去 另外呢 会计师那边 会在做一些的这个计算的过程 但是总之收到1095的表格 交给您的会计师就好了 我也替很多新的保护来问一下 就是他们呢 都希望呢 能够有所谓的 这个年度的健检 但这个年度的健检的话 有哪些注意事项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们 好的 没有问题 那目前来讲呢 所有的健保计划 一定都会有offer一个 叫年度免费健康的体检 那但是呢 我知道有很多的民众 在做体检的过程中 都会有碰到过 有苦水 吐不出 咽不下的时候 也就是说会收到很多的 额外的账单 比如说和医生见面的 copayment 那比如说有一些 额外的这个 咽血咽尿的费用 甚至有一些民众 在做了免费的 大肠镜之后呢 会收到很多 医院来的账单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提醒一下民众 如果要去准备 做健康健检的时候 您可以先找一下 您的保险经济 所要一份 您目前的这个健保公司 它所包含的 这个年度免费健检的项目 要了这一份清单之后呢 把它交给您的医生 跟医生讲 我只是做这些 健检里面包括的内容 其他的内容 我不想要再做 那同时呢 如果您像医生 有咨询过多 身体上的问题 那对不起 医生就一定会 收您一个copayment 所以说如果您是打算 要做健康检查了 不妨可以来问一下 健保专员 问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那看一下 到底是怎样 做这种情况呢 才可以避免到 您之后会收到 很多账单的问题 好 谢谢安娜 观众朋友 安娜今天特别 为我们在健保 截止日前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甚至连报税问题呢 都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在这边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打电话给您的保险经济 或者是询问像华星保险 这样一个合格的经济公司呢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华星保险 我该怎么办 谢谢报告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